中央财政会在今年四季度增发国债一万亿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外盘的中国资产像A50什么的都在拉升 为啥呀 因为这次发债很特殊 而且释放出了很强烈的稳定经济 以及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信号 那具体特殊在哪里呢 主要三点 首先是时间点 现在都四季度了呀 一般发国债都是要在年初的时候提出来 那这回很明显是安排了加塞 发债的明目是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和弥补防灾减灾短板 这里补短板的意思大约等于搞基建 并且明确了会通过全额转移支付的方式 分两批把钱全部转给地方 真实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政补贴 好让地方有更多的财力去稳增长 更大的可能性是为了间接化解地方债务 那第二个特别之数是发行的程序 普通过债的发行额度通常是要在三月份 全国两会期间提醒全国人大审议之后才能通过 但是预算法也有规定 国务院可以按照实际的情况 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调整当年的预算 那这回这一万亿国债的发行期就使用了这个后门 说明这笔钱在用途上相对紧急 第三这次的国债不叫特别国债 但是呢它又是按照特别国债进行管理的 最可能的原因应该是 特别国债的发行虽然手续简单 但是它对于资金的运用管理很严 基本要求专款专用 咱们历史上曾经发挥的几次特别国债用途都很清晰 第一次2700亿是给四大行卸包袱的 第二次1.55万亿是给中投公司当资本金的 第三次1万亿是20年的抗疫 第四次7500亿则是22年为了对冲经济下行的风险 而且呢特别国债不会纳入赤字指标 但这次新华社的解读是提到了财政赤字率变化的 从3%提高到了3.8% 所以说呢这次啊其实就是个折中的办法 既要发行的便利性 又不想资金的运用限制过于严格 那么从影响上来说 我们知道现在地方政府因为卖地收入这块降得太狠了 所以财力吃紧 但是很多事情要地方去做 那就只能由中央政府出面 在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一加杠杆了 根据一些研究员分析 1万亿的量足以对冲信用收缩了 那么从汇金入市到1万亿特别国债 相信政策工具箱里能够拿出来的东西还有很多 到底是有多大的利空能让全行业公认财务最稳健的万科 在行业整体上涨的情况下出现债券单日逆势暴跌 接近20%的情况 尤其他明年到期的美元债收益率更是飙升到了40% 导致公司都要特意跑到交易所的互动翼上 说明情况来安抚情绪 但即便做了解释他的债券价格还是没有起色 而现在除了万科之外 还有包括金帝龙湖等等在内的地产龙头公司 股票跟债券都跌麻了 起因是在上周四的时候有人发现万科的美元债连续下跌 其中的一只在一年半后到期的债券已经跌到68美元了 什么概念呢 债券是一年半之后才到期的 它的面值是100美元 那如果到期之后万科这家公司还没有倒的话 他就会按照面值100美元来还钱 收益率高达47%呢 这其实意味着市场里多数的交易者都认为 万科很有可能在一年半之后还不起这笔钱 那这个事经过几天的芭蕉之后 现在影响开始蔓延到A股了 虽然说整个地产板块是在涨的 但作为地产龙头的万科却是股债双杀 其中他的股票最高跌了3.28% 21万科02这支债券的更是跌了17.62% 100面值的债券打8折甩卖 看到这个情况 万科赶紧在交易所互动平台上发声 说公司的基本面没有任何问题 主要是市场的情绪波动所导致的 然后呢还列出了一些数据 说是截止到三季度末 手里的现金还有1037亿 是他短期债务总额的2.2倍 至于美元债的问题 今年万科没有要还的债务 只是说明年有三笔到期 总额折合110亿人币 公司足以应对 万科在行业里一直给人一个好学生的印象 哪怕他长期是行业的销售额第一 但是他的危机感一直都很强 财务上也非常的保守 10年前就说行业告别了黄金年代 5年前在整个行业还在狂飙的情况下 居然就已经在高喊要活下去 去年他的董事长郁亮更是直接说 当下就是黑铁时代了 不要再心存幻想 必须要快速坚决的出清 在这个期间恒大碧桂园等等胆子大 加杠杆都曾经把万科甩在了身后 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那两家都已经爆雷了 还有像经地远洋之类的也有了爆雷的迹象 但是现在市场甚至怀疑万科也会有问题 当然了从财务数据上 万科目前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市场却又实际的行动 对他投出了不信任票 他的股价从两年前的31元跌到了现在的11 直接打了3.5折 更为专业的投资者们参与的债券市场里 美元债打了7折 境内债打了8折 应该说万科美元债的下跌 首当其冲的原因还是美元加息 导致所有的债券 包括美国国债的价格都在跌 这个是系统性的风险 没人躲得过 另外呢 就是房地产行业确实也不景气 前不久呢 大家都在讨论二次房改 说政府会加大保障房的投入 虽然会放开商品房的各种限制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整个行业的蛋糕或许会变得更小 眼下的万科的确提前备好了过冬的粮食 但如果冬天很漫长怎么办呢 如果当万科都顶不住 那么整个行业的寒冬将会严峻的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而目前这种可能性体现在市场的价格上 居然正在增加 普里格任何他的瓦格纳雇佣军 似乎在给全世界开了个玩笑 一向被认为是普京清醒了他 先是闹出惊天兵变 冰封都直指莫斯科了 结果一个晚上就延期息鼓 现在的情况是普大厨扔下了几万的雇佣军 孤身转投了白俄罗斯 这事儿呢就像是咱们大爷的股民一样 手里拿着的股票是慢慢雄突一路在亏钱 好不容易横盘稳住了 突然又来了个跌停 然后古巴里面吵吵闹闹的 大家都在担心这公司是不是完蛋了 结果第二天却又神奇反转 上演了一个地天板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接下来咱们就在已有信息的基础上 争取在三分钟里搞清楚这个事情 首先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瓦格纳呢 其实雇佣兵就是欧洲的老传统了 不光俄罗斯有很多国家也有 比如著名的黑水公司 相比正规军 雇佣兵会更加灵活 可以用来做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 像这次事件的主角普大厨就曾经被爆出 说他在2016年通过网络干预过漂亮国总统的选举 以及参与过叙利亚的内战等等 那么在这以前呢 普大厨是普京的亲信 俄国冲突爆发以后 大俄在正面战场上的兵力不足了 不得已让瓦格纳出马了 一开始瓦格纳只有几千人 但是打着打着 发现这点人不够用啊 于是就大肆的扩边 甚至连监狱里的犯人都给提出来 补充到队伍里去了 那现在呢 就扩充到了几万人的规模 第二个问题 为啥大俄的正规军拉垮 可是瓦格纳却很厉害呢 这个事儿咱们有经验啊 清朝的时候太平天国一爆发 满清不是有着好几十万的绿营长杯军吗 但是呢 战斗力实在的拉垮 根本就挡不住那为了活命而造反的农民军 但是反观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怀军 战斗力却很强 为啥呀 这里面其实还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绿营他只是打工拿军饷 为了皇帝而战 而湘军和怀军 还多了一个保卫家乡的职责 用现在的话来说 那就是多少 还是有点股份的 第三个问题 为啥瓦格纳这么快就认怂了呢 就目前掌握到的信息 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 毕竟任何一个国家都明白 任由这样一个力量做大 所以俄罗斯国防部一方面限制弹药供给 另一方面要求这些雇佣兵 直接跟国防部去签合同 这时候就等于是让他们绕过包工头 直接拒绝包工头在里面赚差价了 可是没撑想这普大厨的脾气挺大的 直接就掀桌子了 但是包工头毕竟只是包工头 虽然手下有几万人 但是打工人对于包工头并没有忠诚度 你带着我们赚钱可以 但拿我们当炮灰给自己薄工名不行 而且瓦格纳的武器弹药 全是俄罗斯国防部在提供 这次兵变的理由不也是因为 国防部不给他发军火吗 更加重要的一点是 瓦格纳的口号是鲜血 荣誉祖国以及勇气 所以呢他跟西方价值观 以及利益也是冲突的 导致他不可能得到来自西方的资助 以及认可 因此一场根基不够 缺少军火 又没有外援的兵变 能在24小时内 以普大厨远走白俄 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解决 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说起来其实现代战争 主要就是在拼耗材 比谁的导弹无人积多 在这背后呢 则是经济和工业实力的比拼 大额的偏科太厉害了 军事实力是很强 但是经济一般 工业体系也不够完整 房产税最大的技术难题 已经解决了吗 昨晚有一条重要的消息 就是我们国家终于全面实现了 不动产统一登记了 那这个事情意味着啥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不动产统一登记 它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不动产按照统一的标准 进一步确全 像你买的房子商铺写字楼公寓之类的 还有什么土地啊 碳矿权采矿权 以及那根土地在一块的东西 比如地上种的树等等 这些都是不动产 那么在以前呢 为了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 会给你发一个房本 而土地呢 也有它的土地使用权证 还有像其他的采矿权这些 也都会有不同的部门 给你发放对应的证明文件 但是实现统一登记之后呢 这些通通都叫做不动产所有证 如果你以后再要办理这东西的时候呢 也不用再去跑到不同部门了 一个地方就能办理 当然了 以前给你发那些证书也依然是有效的 可是为什么这个统一登记的事情 居然搞了这么多年呢 因为要知道早在2014年的时候 国土部负责人就表示 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全面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 要用四年左右的时间 运行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 而这个事情足足推迟了五年 到今年才实现 难道就这么复杂吗 说实话 其实这个事技术操作不难 难在执行上了 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财不露白 这个财产是非常重要的隐私 那么以前的时候呢 房产证是不联网的 北京的房管部门 他不知道你在上海有没有房子 上海的也不知道你北京有没有房 直到2018年才实现了全面联网 但是呢 还有很多的房源是没有完成登记的 就算联网也查不到 那这次呢 就把那些没有登记的都完成了登记 并且也联网了 所以以后啊 就是信息全打通 只要是在你的名下 有多少不动产 一查就清清楚楚 那这个事情对某些人的影响 肯定还是很大的嘛 所以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推进就很难 但是呢 咱们的决心也很大 先试点再推广 最终也办下来了 那么按照官方的通报 说这十年里已经发了 7.9亿本的不动产权证书了 那这个事情 对咱们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它可能意味着楼市调控 从之前的交易环节 转变到存量环节了 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 从土地财政 往房地产税去转型 这是大势所趋 那未来如果要收房产税的话 是不是得先知道 你有没有房 有多少套房呢 所以呢 房产税全面征收的前提 一定要完成这个统一登记 当然了完成统一登记 也不是说 房产税的推进 马上就加速了 这个登记只能说是一个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条件 毕竟呢 眼下房店行业还是这么困难 所以呢 跟地产相关的这些政策 一定会非常慎重的 你知道柏林市中心 随处都能看到的这些蓝色管子 是干嘛用的吗 其实就是排污管道 你说咱们国内怎么可能在市中心 随便在外面看得到下水道呢 德国人也不是说别处精彩的 故意要把排污管道放到外面 而是他们以前搞一些地下施工项目的时候呢 暂时把排污管放到地面上了 但是这一暂时 有的就是一二十年呢 就这么漏在外面 也没人着急 也没人投诉 德国好歹也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但是呢我去过的两个城市 一个是经济最好的慕尼黑 一个是首都柏林 很多地方破破烂烂的 甚至不如国内的二三四线城市 地铁呢叫一个简陋啊 灯光昏暗设备成就 一点现代感都没有 话说柏林修第一条地铁的时候 光绪地还活着呢 可是现在呢 咱们的地铁已经那么的高大上了 他们却还是老古董 在柏林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工地 并不是说德国在拼命搞基建哈 他们的城市一百年几乎都不变样的 八百年前建的公寓 现在还在市中心使用着 主要是因为 他们的施工效率太低了 工人干活太慢了 主打一个想休息就休息 一点也不着急 所以为什么德国会这么的慢动作呢 这几天呢大致了解了一下 可能会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因为新出生的人口下滑 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供不应求的 它企业是很少裁员的 如果万一哪家企业 因为特殊的情况裁员了 被财的人那可开心啦 因为一旦失业的话 你不光能拿到企业赔偿金 而且从当月开始 就能领取政府发的失业金 相当于工资额的60%左右 可以拿上一年 那如果你50岁以上失业了 那可以领上两年 如果你就这么一直都不再工作了 两年之后就可以领救济金了 还会有水电费等等减免的福利 不上班也能有钱拿 你说能不高兴吗 在德国最怕你失业的 绝对不是你自己 而是劳工局 因为他们要给你支付各种福利 一旦你失业了 劳工局就天天给你打电话 要么就是推荐工作 要么就是邀请你去参加各种培训 培训免费 还报销路费 你要是投了一份简历的话 还给你奖励五欧元 德国人的日子 过得这么的与世无争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房子 他们人均GDP是5.3万美元 但是房子的均价 均价一平米只有2万多人民币 也就是德国普通工信阶层 一个月的工资 而且买房还可以零首付 更气人的是 就这样的房价 一半的德国人 根本一辈子都不买房 他们只租房 因为德国法律 非常保护租客的权益 基本上都是无限期的合同 你还不能随便涨价 也不能突然就不租了 没有学区房的概念 买房租房 都可以享受到教育资源 所以比起买房 他们自然就更加愿意 把钱花在度假上 谁让人家一年 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都不用上班呢 而德国人的教育制度 更加拉仇恨了 怀孕生孩子 妈妈从生产过程 一家公司 因为吹牛被罚了250万 怎么情况呢 你敢相信 举国之力都还没有搞定的光客机 居然被一家 60亿市值的A股 创业版公司给搞定了 不光说是 已经提供给了国内的 龙头企业在用了 还说已经出口 给了日本韩国以色列呢 牛皮吹得震天下 股价跟着蹭蹭涨 但是好景不长啊 谎言就是谎言 很快就被啪啪打脸了 冲进去的散户们 窥得稀里哗啦的 监管层的罚单也随之而来 你对公司罚款150万 对于相关责任人罚款100万 加起来呢 刚好罚款250万 250 真是一个应景的数字呢 9月上中旬的时候 由于华为Mate60的横空出世 A股的遥遥领先概念非常火 连带着光客机 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能沾上这个概念 股价就会大涨 正好啊 有人在深交所的互动役上 问苏大维格这家公司 说你们家的光客机 跟相关的技术 有哪些知名企业在使用呢 公司的董密就回复说 公司的光客机已经实现了 像国内龙头芯片企业的销售 并且已经实现了 像日本 韩国 以色列等等 国家的出口 这个深交所的互动役啊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官方办的古巴 主要就是方便上市公司 跟股民沟通的 这句话一回复呢 结果下午开盘之后 苏大维格的股价 直接由跌转涨 并且20厘米的涨停板 但实际上怎么一个情况呢 这家公司搞的 所谓的光客机 是内容在铁板上刻字的 它跟制造芯片的那个光客机 是差了十万八千里都不止 这个牛皮吹起来之后呢 交易所很快就关注到了 第二天就给公司发了关注函 问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随后呢 公司的股价马上现原形 当时最高38块半瓦八 现在跌到只剩25 跌了差不多40%了 苏大维格这个牛吹得太离谱 享受到了监管的铁拳 但是呢 这事还没有完 随着监管处罚的认定 公司还将会面临着 之前因为这个事买入 而亏损了股东们的索赔 当然啦 其实那些跟风买入的人 也要扪心自问一下嘛 你们到底真的是相信 这家公司有造芯片光客机的能力 还是睁着眼闭着眼 纯粹在搏杀 跟风短炒一把就想走呢 其实咱们A股 类似这种炒概念的现象 实在是太多了 记得之前呢 广东有一家搞物业出租的公司 请了一个搞冰朗的专家 然后就号称说是 已经把全世界都没搞定的 非洲猪瘟的疫苗 给研制出来了 还有其他的什么 引力波啊 量子纠缠 边缘计算之类的 反正只要有新技术 能够被发明或者是发现 A股总能够找到 对应的概念股 然后再炒作一番 但问题是啊 赵老爷家里有好事 RQ们字还是图个啥呢 你跟着去凑热闹的结果 往往就是挨一顿 劈头盖脸的敲打 然后再被呵斥说 你也配姓赵